今天我收到了一块西数的甲标硬盘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拍它的 但是越往后面修就觉得越不对劲 其实它就是金仿西数原厂的 为什么说是金仿呢 硬盘我一开始拆开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内到外都非常的像 但是仔细品尝起来 这个味道好像又不太对 一时半会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 所以只能继续往下修了 当我确认到是它这个主控挂了 准备更换料板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找一块正式的料板来对比一下 这一块先放一边 先从这个外壳开始吧 当时我看到这个外壳的贴纸 还有240g这一个容量 并没有往假冒的方向去想 因为近两年造假的一般都是一梯 两梯甚至四梯这一种容量 就这样第一次被它混过去了 拆开以后就是颗粒了 其实颗粒也没啥好说的 因为我之前在原装的硬盘上 也遇到过这种类似刮刮乐的打标 所以第二次的鉴定也被它轻松混过去了 但实际上刮开以后 底下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就一个白板 这一片我已经刮开过一次了 其他的我就暂时不刮了 现在还有更离谱的事情 我随便找了一片颗粒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它连击 可以看到上级以后 这一个颗粒读出来的是一片英特尔的 B117A颗粒 单个容量64G 这就进一步的做实了 这块硬盘是假的 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 悉数用闪迪晶元以外的颗粒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主控 这个主控它原本也是涂了一层刮刮乐的 现在我已经给它刮出了一只若隐若现的螃蟹 之前我是直接把这一块料板上的主控 给它干到了这个坏盘上面 干上去以后是成一个短路状态的 后面我又把原来的主控给装回了料板 测试也没有问题 当时我还以为是没有干好 或者是它这一块主板哪里存在短路导致的 就这样第三次被混过去了 我们再来详细对比一下这一块主板 如果我们拿远一点看 是不是感觉这个相似度有90%了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一些孔位 以及短接口 还有这四个颗粒的位置 以及这个电源部分 我估计这一块板子 直接拿给售后自己判断 也不一定能一眼看出来 因为我最近遇到的山寨盘 基本都是像这种 抹掉主控型号 加黑色底板的 像这种光明正大的 而且还打上原厂logo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了 说完了它的共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细微差距 首先是这个山寨盘 它多了一个外置的一批路芯片 像这种外挂的一批路芯片 一般出现在螃蟹或者马牌的主控上面比较多 而原厂盘这一批路芯片 而原厂盘这一边是不带这个芯片的 另外就是短接口附近了 金房的这一个盘里面多了几个LED灯 而原厂盘这一边它是没有的 最后就是这个电源芯片了 虽然看起来是差不多 而实际上它们的型号用的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些电容的大小 再来看一下外壳吧 单看这个金房盘的外壳可能看不出什么 如果我们拿一块原厂的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包板的这些字体还有线条的粗细 明显是要比正版的还要更粗一点的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它为什么能把我也一起给骗进去了吧 毕竟谁会想到在一个240G的小容量硬盘上面 花这么大的心思去搞一个金房吗 这块盘完全可以说是除了这个容量是真实的以外 其余的都是假的 就连我这个老司机都被它骗了 如果我早知道就应该先去刮一下它的主控的 那这个主控的真实型号是什么呢 我这边刮出来的是RTS5732 这里的字体可能看得不太清晰 恰好当时我手上并没有这块盘的料板 所以我又花了几天时间 从二号祭司那边高价把同款的主控料板给收购了过来 这块盘之所以能伪装成功 螃蟹的功劳功不可没 这种感觉就像是买雪币买到了雷币 买康师傅买到了康帅博一样 现在我们把料板上的主控给它干下来 这个不太好夹 不得不说螃蟹确实是硬盘主控界的变色龙 前有RTS5766模仿三星980Pro跟西数的SN750 后有RTS5732跟5735模仿西数的蓝绿盘跟三星的870EVO 我们给它重新测试一下 目前上电电流是可以跑上来的 不过这一个是一个短路的电流 而且我们还可以听到这块主板正在发出这种滋滋的响声 换上去的这个主控肯定是包好的 原来的这个主板如果我把它的主控给拆掉 它是不会短路的 供电也全部都是正常 因为我有测量过 所以它目前的故障应该是板层和板层之间存在短路 我这里只有这种原装的主板 像这种金纺的料板 我这边肯定是没有的 不过这块主板还算良心 这一些焊盘位置上撕印给出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之前拆过的料板 这里是U13 U13 这里 后面这里也有一个U13 这个序号是可以对得上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按照它原来的这个顺序 把这些颗粒贴回另一个螃蟹的料板上面 去碰一下运气 这些颗粒全部都是只有一个C的 理论上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C跳线 但如果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制程类跳线 我这边估计是要翻车的 现在我们来给它检测一下 上级没有显示盘幅 再看一遍 我们等一会 现在我这边等了有三四分钟 这个盘整体上非常的烫 但是电脑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兄弟们 本来我是想直接轻松捡个漏的 可没想到这块盘又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硬盘上电 它目前是成一个大短路状态的 那它的短路来源于哪里呢 不是主控 也不是这些颗粒 咱们打开热成像看一下 这个发热点是来源于它这个Room芯片 可以看到 这个温度已经烧到超过160度了 这个芯片是从它原来的坏盘上面移植过来的 里面的程序内容都是唯一的 无法使用其他盘的作为替代品 之前在坏盘上面没有查到是这个Room芯片短路 我估计是主板自己当时已经烧断线了 今天又是无效打工的一天 这块盘已经来回折腾了我一周多时间了 可没想到结局居然如此的悲惨 说多了都是累啊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好了不说了 我也要跑路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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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